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主要是做一下这个 油音机 储油机的一个实验 这样一个抨击啊 我们看一下效果 今天的话 我们等一下 试用的时候 试用的时候我们的 这个屏幕 我们的摄像头不要 不要断 也不要转动 为了不打广告 我把这个包了一下 我们现在先喷上去 喷得有点多了 来我来拿着 喷得有点多了 确实喷得 但是有点多了 因为他这款 因为这个油音机的话 油还不是很厚啊 油还不是很厚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把灯光打开一下 油还不是很厚啊 看到没有 所以说 配上去它就会往下掉 配上去就会往下掉 如果说是稍微厚一点的油 我们就要等个一两分钟 最少也要两分钟三分钟 当然我们要看材质啊 如果说是烤漆的 那就不要顶那么久 好 现在已经啊 已经在往下低油了 我们现在我们不用钢丝球刷啊 不用钢丝球 我们直接用抹布 我们直接用抹布 抹一下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啊 我们直接用抹布抹一下啊 看一下 对吧 我们抹了一下啊 只抹了一下 看一下效果 看这里对吧 一点油也没有了 看到没有 一点也不油的 一点也不油的 然后这款除油剂的话 它是除油效果比较好 然后不伤手还有清香味 然后不伤手的话 等一下我拍 我再拍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直接拼在我的手上 试用一下 好 我们现在这这个视频把它断了啊 把它断了 我把家里的这个油音机搞干净啊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药水 它的这个 呃 伤手吃鼻的问题啊 刚刚是刚刚拍的视频是我家人给我拍的 现在是我自拍啊 我自拍 然后我们 我现在是直接把药水 喷在我的手上 喷在我的手上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还有一股清香啊 当时也不是很香啊 还有一股清香 有一点点清香啊 直接拼在我的手上 我们 等一两分钟啊 试一下到底会不会有 感觉刺激啊 已经拼了很多了啊 呃 然后刚刚大家看到的那台油音机啊 是我自己加的 我自己加的油音机 所以说也是经常 我也是经常洗啊 然后 洗的比较清紧啊 基本上两三个月洗一次 然后的话 啊 虽然看上去 油还是挺多的 但它的油都比较松啊 它不会拧得很紧 所以说喷上去之后 啊 抹一下就可以抹掉了 如果说我们在客户家啊 在客户家 就是 很厚的油垢 要用敞刀先敞掉 然后再 喷上我们的这个 药水 然后再用 钢丝球刷一遍 再用抹不抹 这样会 呃 更快啊 如果说 抹下去很薄 很容易掉的油垢 你就直接喷 喷上去 直接抹掉就行了 然后现在 也等了有一两分钟了啊 是有一股 是有一股这个清香味 有一股清香味 也不是很辣手 知道吧 你看我两个手都没关系啊 也不是很辣手 但是 我说实话啊 我这人喜欢说实话 说一点也不刺激的话 也不可能 还是有一点点啊 因为等了有那么久了 等了一两分钟了啊 还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就是 呃 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刺 呃 有一点点刺激的那种 我说不出这种感觉啊 他也不是火辣的 不是火辣的 好像是有一点点麻 有一点点麻 只是有一点点啊 然后等一下去洗个手就行了 好 最后还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温馨提示啊 就是说 呃 还是要戴手套 他毕竟是除油剂啊 毕竟是除油用的 然后虽然不是很 没有以前的那种啊 那种很伤手的感觉 但还是要戴手套 对自己的皮肤 还是要好一点 然后也不刺鼻啊 确实是不刺鼻啊 然后还有一种 这个清香的味道啊 大概就这样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对我的关注